羅志強他現在拿出了一份 根據TVBS的最新民調顯示 自己在桃園的支持度 在國民黨裡頭是第一的 甚至贏過了黨外的 鄭運鵬還有陳時中 羅志強說自己努力了兩個月 有這樣的成果 可以說是沒有辜負大家 他也喊話黨主席朱立倫 自己當初保證雙門檻都達成了 但是卻還是沒有得到 國民黨的提名被判出局 民調羅志強黨內第一 碾壓陳時中 鄭運鵬 我不但在黨內第一 對上民進黨空降最強的陳時中 我也以30.4%領先 陳時中的27.6% 領先了2.8個百分點 而對上民進黨在地最強的鄭運鵬 我更是以34%大勝鄭運鵬的20.8% 領先高達13.2% 是的 完全碾壓 還記得4月初 朱立倫要求我不得宣布 參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我當時非常的豪邁 對朱主席做了兩個保證 雙門檻的保證 到了5月 第一 黨內互比民調 我不是第一名 我浪顯 第二 黨外對比民調 我不是沒有贏過陳時中 我浪顯 當時陳時中的民調如日中天 外界都說這是不可能的門檻 可是呢 我透過兩個月的努力 證明了這兩個超高門檻 我都已經越過了 我越過超高門檻的那一天 我也被淘汰了 民調成了一份遲到的禮物 國民黨的秘書長黃建廷曾經說過 如果羅志強的民調第一 得到在地的認同 國民黨就會提名羅志強 我相信這個莊嚴的保證 過去我們的努力 正漸漸贏得桃園市民 越來越多的認同 這是一個足以欣慰的傳奇 我很感謝大家陪我 創造了這兩個月的傳奇 一個在PQE上投一個賬號 VEK1112 昨天網絡上投突然說要搬高調 他搬高調對上是台北市議員 許小新 他指許小新微停紅線 甚至還施壓遠景不得開單 說許小新本人自己出來打臉對方 他表示說自己不但是沒有說 對方不能開單 甚至還拜託他開單 最後他講了這個網友爆料不實 他決定要對他提告 網友最後是自己私訊給許小新 道歉求饒說拜託 給剛出社會的我個機會 甚至下來被人家給起底了 他的身份竟然是某一間學校的班導師 讓人看了傻眼 那麼對此同樣是當事人的信義分局 稍早也已經出面表示 經過他們調閱了現場遠景的執勤影像 許小新並沒有要求遠景不開單 所以沒有這件事情 而他們也已經在昨天 依規定補開罰單 九百塊錢 一輛黑色轎車違規林亭路邊紅線 警方上前查看準備開單 這時女車主從對象走出來 原來林亭紅線的就是台北市議員 許小新 沒想到事後卻有網友破文指稱 某議員說他問過警察局 破文還寫到議員對他說 人在旁邊的違庭應該都要先勸道吧 沒關係你要開就開 反正我們回去再講 破文網友表示 所以我就沒開單了 讓他走了 反正之前有開過的經驗 有開等於沒開 他就開始拒絕 他說他不要 我就說不行不行 這個你一定要開 我就先開吧 拜託你可以開單 這樣子我們才不會那麼為難 許小新表示 會得網路PTT造謠的發文者提告 這時爆料網友才有破文置現 說抱歉 因為情勢發言 與查證不實 深感後悔 還說請議員 給出出社會的我一個機會 妄法外開恩 懇請原諒 許議員全程確實沒有要求 同仁不被開單 這部分核分局也在調查中 然後調查完畢 就會有資料的 儘管議員為停在先 但處理員僅堅持不開單 最後還有有人在網路造謠 恐怕造謠者也得先收到傳票 這台北綜合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育器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 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